明两天我会给大伙讲两件某种程度上很类似的案件 两起案件都是年轻人作案 也都发生在上海 并且这两起案件的当事人 也都是普普通通的山东人 咱们来说这第一个案子 主人公叫王小虎 他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村家庭 母亲是个农民 父亲是当地乡镇中学的老师 虽然严格意义上来说不能算是书香门第 但是至少在农村来说 这也是个有文化的家庭 一家三口在一块生活的也是其乐融融 因为父亲是老师 所以从小对小虎管教很严 可孩子们到了特定的年龄段啊 就会开始叛逆 那么小虎呢 就越来越反感父母的一手包办 越来越想脱离父母 来争取自己的独立 自己的自由 最终啊 在中考的压力之下 2004年5月份的时候 当时17岁的小虎退缩了 不愿意去参加考试了 独自一个人 跟家里也没打招呼 就离家出走了 那么坐车就到了上海 投奔了他同村的老乡 李若骏 刚一到上海 王小虎对所有的东西 感觉是又好奇又刺激啊 上海国际化的大都市啊 要什么有什么 没几天的功夫 他把家里带来的钱呢 就都花光了 可是呢 也没找到什么正儿八经的工作 所以生存就成问题了呀 没钱吃饭呢 一转眼 这天啊 可就热起来了 在一个晚上 王小虎呢 跟几个老乡聚在一块吃饭 一边吃啊 一边就听老乡李若骏 抱怨自己的工作不理想 生活没出路啊 未来没盼头 日子太难过了 几杯啤酒一下肚 李若骏呢 也不知道怎么想的 突然心血来潮 就提议说了 喝几个 晚上咱们抢个出租车 挣点钱花吧 这来的快呀 王小虎他们一听 都有点愣神 这怎么吃着吃着 突然想起来抢劫去了呀 李若骏说完了 他呀 就拿出来了随身携带的 一把一尺来长的刀 给王小虎他们两个人看 这明显这是 有所准备呀 王小虎呢 也没什么社会阅历 那时候啊 是非观念也不分啊 就想着有俩老乡照顾着 肯定没问题 也没多考虑 就答应下来了 李若骏他们呢 在附近拦了一辆出租车 在零几年的时候 上海的很多出租车啊 都是桑特纳2000 把司机骗到了青浦区 一个人烟稀少 灯光昏暗的地方 这是一条乡间小路 白天都没什么人走 更别说晚上了 连个鬼影都没有啊 两个老乡 一看司机成熟了 赶紧抽出来刀 就架在了司机的脖子上 威胁司机停车 并且把司机拉下车 把他身上所有的现金都拿走了 把手机也拿走了 当时啊 因为王小虎年纪小 以前在家里 也没经过这种事情 一看到司机流了血了 心里边啊 可就挺害怕的 他站在路边一直看着 其中另外一个老乡 这时候就叫王小虎 小虎干嘛呢 你过来 你帮着 把这家伙给摁住了 王小虎呢 他们就把司机摁着 把手脚啊 就捆起来了 扔到了小路旁边的沟里 临走的时候 李若俊为了防止司机呼救 还找了一条毛巾 塞到了司机的嘴里 开着出租车 扬长而去 可事实上 李若俊别看胆子够大 他敢开车 但他没驾照 他也没学过 只是在老家开过拖拉机 再加上抢劫之前 他们不刚喝了酒吗 路况也不好 所以这车呀 开出去没多远 可就出了车祸了 那个年代的车 安全性可都不怎么样啊 李若俊跟另外那个老乡 当时那场车祸 可就受了重伤了 下了车想着跑啊 没跑多远 跑不动了呀 咱们再来说 那出租车司机师傅 他们绑的呢 也不结实 那师傅啊 人自己挣脱开了 把毛巾拿出来 随后赶到了附近 能打电话的地方 就打电话报了警了 民警追过来的时候 这李若俊跟另外那个老乡 已经走不动路 就在路边上待着呢 王小虎啊 因为受伤比较轻 一瘸一拐的 赶紧就跑了 那么他们抢到的财物 包括那个师傅开的那辆桑塔纳2000出租车 包括一部爱立信手机 还有800块钱现金 估价下来啊 确实是不少 据王小虎后来说呀 当时他们三个一看有警车过来 李若俊给了他200块钱 说你拿钱赶紧跑 谁跑出去谁就命大 就这么着 王小虎揣着这200块钱 提心吊胆 走了好多天 这才逃回了家乡附近 可是他害怕呀 他不敢面对亲戚朋友啊 也不敢回家呀 从这开始 可就过上了逃亡的日子了 因为年纪小 心智不成熟 王小虎始终没办法面对自己的犯罪行为 于是呢 改名换姓 东躲西藏吧 为了躲避警方的追捕 他晚上啊 从来不敢出门 经常天不黑就找地方躲起来了 可为了填饱肚子 他还得到处打零工 甚至捡破烂来维持生计 他最害怕的呀 就是看到警车 就是怕听到警笛声 他呢 也不敢在一个地方待的时间太长了 所以经常在这个工地干两天 那个工地干两天 天天跟无头苍蝇似的 睡觉呢 也不敢租房子 也没钱租房子 反正得哪睡哪呗 马路边上也睡 大桥底下也睡 更让王小虎难过的 是每年过年那几天 大部分外出打工的人 兴高采烈回家过年去了 人本地人呢 那更甭说了 张灯节彩的 可他呢 有家不能回 在外边东躲西藏 于是王小虎每天 都是生活在恐惧里面 王小虎不知道的是 因为他抢劫逃亡的事情 他的母亲呢 得了精神病了 他的父亲 因为自己连儿子都教育不好 你还当什么老师啊 因为这种精神压力 在整个村子里边 也感觉抬不起头来 人还是那些人呢 可家不是原来那个家了 王小虎家呀 还有一个比他小两岁的弟弟 弟弟初中毕业 也不再念书了 后来到了二十郎当岁 也到了该成家的年龄了 可甭管哪个姑娘 一打听 哦 这小伙子有个犯罪的哥哥 王小虎得了吧 王小虎的父亲 一个曾经很优秀的中学教师 一个中年的山东大汉 就因为自己这个不成器的儿子 恨不得是天天以泪洗面的 2011年 国家公安部 在全国范围开展了青网行动 咱们之前节目也说过 很多青网行动相关的案件啊 上海市公安局 青浦公安分局刑侦支队的民警 就多次联系王小虎户籍的派出所 给他家人做思想工作 希望王小虎能够投案自首 王小虎的父亲也赞成儿子自首 但实际的情况是什么呀 王小虎根本就不敢跟父亲联系 这种僵持状态 一直持续到了2011年 这一回啊 王小虎实在是想家了 给家里打电话 弟弟接了电话之后 赶紧把电话递给了父亲 父亲就劝他 小虎啊 你别跑了 在外面待了这么多年 整天日子也过不好 你以后人生道路还长着呢 你不能一直这样 你现在年纪还不大 只要真心悔改 把错误都改了 还是有机会重新做人的呀 在电话里面 父亲呢 就抓住这个机会 苦口婆心的教导着他 说的这王小虎心里也不是滋味 是啊 这几年有家不能回东躲西藏 我这日子可是过够了 终于下定决心 回家自首 2011年11月17号 王小虎在父亲的陪同之下 到户籍地派出所投案自首 同一天 他就被上海市公安局青浦分局 以涉嫌抢劫罪 取保候审 从他开始逃跑 到这一天已经是整整八年的时间了呀 17岁到25岁 他的整个青春 就是在这种东躲西藏之中就荒废掉了呀 可不管怎么说 他现在终于能放下包袱了 终于能坦然地面对自己的父母家人了 能坦然地接受法律的制裁了 对于王小虎本人 跟他的家庭来说 这样的结局 这都是一种解脱呀 王小虎投案自首之后的处理方式 是取保候审 照理说啊 对于这种比较严重的犯罪 毕竟是抢劫呀 应该采取一些更强力的强制措施 比如直接批准逮捕 那为什么 对他仅仅是取保候审呢 受理这起案件之后 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检察院 检察官呢 就综合考量整个案件 后来就考虑到 对未成年人呢 还是应该实行教育 感化 挽救的方针 同时呢 刑事司法政策 也应该是宽言相计 再加上王小虎 是主动自首的 他确实是真心悔过 承办人就希望 为王小虎和被害人 那位出租车师傅 王准新师傅 这双方呢 达成谅解协议 检察官说了 这个案子呀 不能太简单 太生硬的去办 我们呢 也是综合看了整个案情 比如说 他当年是未成年人 他是自首还配合公安的 亲往行动等等 我们的工作呀 不是简单的一刀切 把人抓了 把人诉了 然后关到监狱里就完事了 我们要做的工作 是让有罪的人得到惩罚 得到国家公诉机关的 起诉和法院的判决 但我们更多的是想在 社会综合治理这方面 有更好的效果 让可以挽救的人被挽救 让被害人的利益得到补偿 2013年3月9号 王小虎与被害人王准欣 在青浦区人民检察院的主持之下 达成了谅解协议 王小虎和家人呢 也积极的筹款 向王准欣师傅支付医疗费 物工费 车损等赔偿款项 一共三万五千元 而王师傅呢 也表示对王小虎 当年犯下的过错 予以谅解 希望司法机关能够酌情 从轻处罚 王师傅自己也没想到 当他再一次面对 曾经的仇人的时候 他没有像想象中 那么难以接受 王师傅后来 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 见到他呀 我火有点冒起来的感觉 我也是个父亲 可怜天下父母心呢 可是啊 当我看到他爸爸满脸皱纹 我觉得 我从心里就原谅了 人们不是总说嘛 退一步海阔天空 该让着别人 就让着别人呢 最终啊 法院考虑到他的从犯 还有自首等情节 从轻判决 判处王小虎有期徒刑三年 缓刑三年 从这以后 王小虎再也不用过那种 恐惧东躲西藏的日子了 但是也希望王小虎 切切实实的 能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那么我们说的这起案子 不能算什么大案子 但是很典型 很多年轻人 尤其是处在叛逆期的时候 非常容易因为冲动 非常因为受到别人的鼓动 而做出一些违法犯罪的事情 借这个案子 给年轻的朋友们提个醒吧 无论何时何地 一定要清楚的知道 什么事情是对的 什么事情是错的 什么事情能做 什么事情不能做 在道德和法律面前 没有哥们一起 在道德和法律面前 我们应该做的 就是遵纪守法 行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 咱们下期节目再会